我就 因为我对网络比较了解 然后我一想到在网上掌 我搜 先百度上搜一些群 就是关于私下侦探 然后进入一个群 买了一条这个人的信息 在为自己讨债的过程中 梁冰冰在网上第一次参与了个人信息的买卖 又通过群里的聊天 她了解到 这是一个可以带来暴力的行当 平时我都没有事情 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上网 我就在他们所谓的群里 在了解一些信息 而时间长了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链 然后我就感觉 哇 这么暴力 然后就这样 据梁冰冰和其同伙交代 各类信息的价格是由源头的多少 和获取的难易程度而定 其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上价最多的就便宜 产生净净了的嘛 独家垄断的就贵 独家垄断的一般会是什么样的信息 电话清单 电话清单 这个大概要多少钱 两千多到三千多 有的时候四千多 看什么时候 车信息就四五十块钱 那宾馆的话 六十也有八十也有 还有个人户籍嘛 也就是四五十块钱 记者看到 在QQ群里不断有广告跳出 有需要信息的 也有提供信息的 虽然客户和商家之间 彼此互不相识 相距由源由近 但他们之间很快就能找到对方 通过信息平台的买卖和交换 可以获取户籍资料 车辆资料 银行资料 通信资料 工商注册资料 航班信息 等各种各样的个人信息 为什么犯罪嫌疑人 能够掌握如此之多 如此之详尽的个人信息呢 不久前 成都警方侦破了 另一起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当时警方注意到 犯罪嫌疑人的电脑里 存有某通讯运营商的 大量基础资料 电脑里面发现了 2000年广东省某个运营商 通讯运营商的 所有的基础资料 大概有几百万份 这几百万份资料里边 大概都是什么内容 有用户的手机号码和姓名 也许有人觉得 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姓名被泄露 冲击量只会受到电话骚扰 并无其他后果 然而真正的后果 往往比人们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那光有这个姓名和电话号码 这个能延伸到什么信息 因为它上线有不同的部门 它通过跟不同的部门来联系以后 也是一种交易嘛 它就可以延伸到 比如说车辆信息 家庭住址 还有那个房产信息 还有那种 比如说你大概的这种层次 你这个人大概是什么层面上的人 他都应该可以延伸到 在警方缴获的犯罪嫌疑人电脑里 记者就看到了这样一份个人信用报告 这个是他们家长公司 在通过银行获取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信用报告 这里包括了这个 个人的姓名 还有身份证号 它的这个通讯地址 它的这个居住地址信息 这里还包括房子 它是租住房还是按金房 等等这些信息 此外 这里还有职业信息 银行账户数 账户余合 贷款信息 贷记卡和信用卡信息等 该公民重要个人信息几乎被囊括 个人信息泄露的范围之广 程度之深令人吃惊 那么这些涉及各个不同方面的个人信息 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法 被不法分子获得的 泄露信息的源头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国家一些能够掌握这些个人信息的职能部门的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在公安破货的案件中 发现个人信息贩卖的源头 大都是银行 工商 民政 通讯公司等掌握个人信息单位的工作人员 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从而为自己牟利 前不久 成都某通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 就因为泄露单位的客户资料被警方逮捕 你给他的联系信息具体的报告什么内容 具体就是深圳号码 然后